今日头条 陈坤 刘嘉玲演绎过界男女 情人节新天虐恋片 就是很纠结 这部电影里面既讲到了情感 又讲到了大家各自的生活状况 我相信这样一个角色 我之前自己也没有演过 由陈坤 刘嘉玲等人主演的新片《过界男女》即将在情人节跟观众见面 为给新片热身暖场 昨天陈坤 田园等主创一同现身北京卖力吆喝 除了公布终极预告片外 刘嘉玲还通过视频夸赞陈坤是个伟大的演员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这就跟随姚淼去现场凑个热闹 现在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电影《过界男女》首映斯文发布会 昨天在姚淼的主持下 监制诗男生 导演刘韵文 主演陈坤 田园等主创一同现身北京 为新片《过界男女》宣传预热 没能赶来现场的刘嘉玲也通过视频送上祝福 很遗憾这次因为工作的原因 不能前来现场跟你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但是我非常有诚意地推荐大家在情人节 带上你们的朋友去看我们这部《过界男女》 活动现场 众主创还一同公布了影片终极版预告片 对不起 我又一件事要麻烦 电影里程坤扮演的内地司机阿辉每天去香港 我呢 属于在家里有一点神经质 就是胡思乱想 还有很多猜测 对 比如说猜测 他跟那个贺太太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每天在很多猜疑啊 很多焦虑 终日游走于傅太和妻子之间 阿辉心里憔悴 陈坤坦言 自己表演起来也十分纠结 就是很纠结 这部电影里面既讲到了情感 又讲到了大家各自的生活状况 我相信这样一个角色 我之前自己也没有演过 此外 陈坤还透露 其实给人当司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都被一个年轻的妹妹一直纠正说 好像这个眼神应该再谨慎一点 因为你的眼神要注意一点 或者你的动作要注意一点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 关门啊 开门啊 这些动作都非常的规范 非常的规范 对 特别英式的那种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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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 我都很希望到一个家里去当司机 话说早在《让子弹飞》《敌人节之神渡龙王》两部电影里 陈坤和刘嘉玲就曾有过合作 但直到拍摄《过界男女》 这对影地影后才真正面对面切磋了一回演技 如今标戏结束 刘嘉玲对陈坤大加赞赏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给他一个反应 他很细微的东西他都能够感应得到 这个是很难解释出来给你们听的 我的 就我的这里 我的 能感受到他给我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地碰到一个这么优秀的演员 我觉得他一定会将来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 跟伟大的一个演员 玩笑归玩笑 其实被刘嘉玲称赞 尤其还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 陈坤表示压力很大 好大压力 在上学开始一直有很多目标的 很让我尊重的男人 杨浙伟先生是其中一位 那嘉玲姐的表现一直是让我觉得非常棒的 特别是前两年的他饰演的女王 好像就完成了他自己生活的气质的完全的张力 再加上像这么优秀的演员 他们是不断地磨练和投入才能做到这一刻 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路还很长 诚如陈坤所说 成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而电影《过节男女》就是陈坤结束了前两年的半吸引状态的再出击 眼下新片将于情人节正式上映 陈坤也呼吁大家多多支持 2月14号是一个值得所有朋友走进电影院 支持我们《过节男女》的时刻 希望你们带上你们的情人 带上你们情人的情人 还要带着你们情人很多情人的朋友们 都去我们电影院看什么叫《过节》 《过节男女》的时候就是去看一看我们这部《过节男女》 然后看完之后就会充满有趣的去爱 因为今年的情人节跟元宵节是同一天 当被问及要如何过节时 主唱们的回答不与儿童地打起了太极 今天情人节跟元宵节是同一天 想问一下陈坤和田园是 这两个节优先过哪一个呢 在家的猫过吗 因为我儿子也是2月14号的生日 所以刚好就要陈坤过